贞观年间最有名的战将之一,便是长盛将军薛仁贵,他历经众多战役,仅有一场败忌,纵观薛仁贵的一生,曾身居高位,也曾因败被贬,十分传奇,那么,出身贫寒的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名垂千古的大将军的,后来又为何战败被贬,在仕途之路上起起伏伏,这里是锐历史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穷小子应征入伍,薛仁贵自幼家境贫困,但他生得一个大胃口,一身大力气,普通财主虽看好他的力气,却又觉得负担不起他的饭量,便不雇佣他。 因而,薛仁贵时常挨饿,直到后来,终于有一家柳星财主愿意将他雇为长工,他才有了饭吃,可是谁知,柳家小姐看上了薛仁贵还与他有了私情,事发后,两人被赶出家门, 住在白虎港的一处窑洞里。有一年,薛仁贵穷德实在没办法了,便想帮父母牵坟,以妻赶换风水。 柳士德之后,便激励他道,能干的人应该懂得把握时机,如今皇上御驾亲征,恰是用人的时候,你何不从军卫朝廷立功呢? 受了妻子的激励,薛仁贵便只身前往新将城,投靠张世贵将军。 薛仁贵本来就有一身好武艺,加之又心急,想要建功立业,因而从军后便异常骁勇,他随军来到辽东安地,恰巧碰上刘军琼将军受敌人围困,他单枪匹马,直接取了敌将首级,解了刘军琼的围困之急。 在进攻安市城时,高丽大将高严寿带了二十万兵马,抢先占了有力位置驻扎下来,与唐军分庭抗衡。 李世民随即领重将兵分几路抗敌,薛仁贵心知此时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机会,便披上耀眼的白袍,挥舞长脊,怒吼着上阵杀敌。 战场上,薛仁贵英勇出色,很快便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。 李世民问,那位白袍小将是何人?旁边的人说,这人是薛仁贵。 战斗结束后,李世民召薛仁贵觐见,并对他赞不绝口,赏了他不少财宝,俘虏与战马,并封薛仁贵为游击将军,云全服国义。 班师回朝后,李世民更是将薛仁贵视为神兵勇将,并有意要将征伐大事交付于他。 据传,有一日唐太宗做噩梦,梦见自己被追杀,一位身穿白袍的小将将将他救下,军事徐茂公为唐太宗结梦道,这梦中的白袍小将是国之洞梁。 后来在辽东征战时,突然出现的白袍小将薛仁贵的表现与唐太宗之梦相吻合,唐太宗喜得虎将后,便将薛仁贵奉为自己的阴梦贤臣。 不过此事只是一个传说,正史中并未记载,三剑定天山。 公元661年,一贯与唐交好的回合音新军继位,对唐发起进攻,薛仁贵受命与正仁泰带兵前去天山征讨。 薛仁贵与正仁泰带兵来到天山后,剑九姓回合带了十多万兵马前来抵抗,并且了几十个骁勇善战的骑士来到阵前应战。 双方终于在天山脚下相遇。 待阵脚立定,铁乐部立即派十几员大将出阵前来挑战,只见薛仁贵拍马而出,单剑枪花飞舞,冲至敌将面前,敌将纷纷落马,有的还没反应过来就挂了。 见薛仁贵如此神勇,敌军一时胆怯,薛仁贵又有三元大将落马而死,这下,敌军人人都有畏惧之色,阵脚也混乱起来。 有些骑士见此情况,夏德纷纷下马求饶,薛仁贵乘胜追击,把九姓回合杀的人养马翻,敌军早已心胆剧烈,哪里有什么心思应战,所以一处击溃。 薛仁贵从弃北追击败兵,将首领三兄弟全部勤拿。 这场战役中,薛仁贵折戟沉沙,军中也留下了薛仁贵三鉴定天山的英勇事迹,从此之后,九姓回合已然不成弃后。 公元666年,唐赴高沟离的使臣庞同善被高沟离军突袭,薛仁贵闻讯赶来,击杀了数百敌军救了庞同善一命。 谁知没多久,唐同善与高品来到金山时,又被高沟离军突袭,薛仁贵再次相救,斩了五千多敌军,并乘胜攻克高沟离南苏,穆迪,苍延等地。 接着,薛仁贵又带两千兵马进军服于城,薛仁贵趁时率领士兵攻入城中,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,在这场战斗中,薛仁贵不仅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,还发挥了他勇猛无比的个性, 他挥舞刀枪,身先士卒,带领士兵一路向前,杀敌无数。 最终,唐军在服于城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,见面了大批敌军,成功攻下了服于城。 一时间,服于川四十多城,纷纷闻风而响,此后,薛仁贵与李济大举调集军队一起平定了高沟离。 由于战功显赫,薛仁贵受封为右威尉大将军,赐号平阳郡公兼安东都护,起起落落的仕途。 公元670年,唐朝任命薛仁贵为罗嗦道行军大总管,阿使纳道真与郭待风为副手,护送土玉魂王回青海,薛仁贵领兵先行大破土拨数万守军收获泼风。 于是,他又回军到乌海,想等待郭待风的援军到来,不想那郭待风生性狂傲,不肯听命于薛仁贵,竟故意拖慢行军进程。 等他们来到乌海时,竟反被吐蕃击溃,资重与军粮,借被吐蕃军掠夺得一干二净,失去了资重与军粮接济,薛仁贵只能退军。 就在此时,吐蕃又调遣了四十万军马前来,将唐军杀得大败,土玉魂就此沦陷薛仁贵被削之为民。 不久之后,薛仁贵再次受朝廷启用,因为高沟黎又有叛军作乱,不过后来又因是被贬至向州,直到朝廷大赦天下,薛仁贵才得以回归。 公元681年,唐高宗李智念及薛仁贵之功便召见薛仁贵,在此之后,薛仁贵被封为左领军卫将军,简叫戴州都督,成为朝廷中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军事将领。 公元682年,薛仁贵领命率兵征讨突厥,并折戟沉沙,俘获三万人以及驼马牛羊三万匹,这也展现了他的统帅才能和战斗力。 此外,薛仁贵还曾在征讨高沟黎的战争中立下大功,他的战功和威望在当时都非常高。 然而,薛仁贵也遭遇了许多挫折和磨难,他曾经因为与同事不和而被贬为庶人,后来又因为与李济合作而被指控谋反。 尽管如此,薛仁贵最终还是得以重新回到朝廷,并继续发挥他的才能和贡献。 总的来说,薛仁贵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,他的事迹和成就不仅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智慧。 公元683年,年以古西的薛仁贵离世,薛仁贵死后,被追封为左宵魏大将军,幽州都督等。 此外,朝廷还特地制造一陵鱼,护送其尸骨,回归故里。 薛仁贵的战败被贬和仕途之路的起伏,与当时官场斗争风波等复杂因素有关,薛仁贵能够名垂千古,主要是因为他在唐朝时期的卓越军功成就,薛仁贵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,但他从小就有着卓越的武艺和军事才能。 他曾经在对抗突厥的战争中表现出色,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,此后,他开始在唐朝的军队中展露头角,并逐渐升至高级将领的职位。 薛仁贵最著名的战役是征东战役,他在战争中以少胜多击败了高沟黎大军,成功地保卫了唐朝的领土,此外,他还参与了其他多次重要的战役,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 薛仁贵在官场中也经历了起伏和挫折,在唐高宗时期,他因为反对武则天而被贬官,一度失去了权势,但后来他又得到了唐玄宗的信任,重新回到官场, 并再次展现出他的政治才能。 然而,在唐玄宗晚年,他又因为与宰相张九龄等人不和而被贬官,最终在贫困中去世。 薛仁贵是勇将,但不是帅才,主要是缺乏谋略和大兵团作战能力,缺乏大局意识和调度能力。 以至于在对吐蕃、新罗的战争中连连失利,薛仁贵当主帅的时候,丢失百计,失去了对朝鲜半岛一千多年的控制。 总之,无论正史还是评书,对他都过于夸大其词了,他远远不如苏顶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